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再次來到奇美 上次來參加這個 從拉菲爾到范古的一個展覽開幕 今天是陪各位同學 在開啟我們藝術學習的另外一個篇章 就邀請兩千四百位同學 跟老師一起來參觀 來學習 但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這個不僅是一堂課 這應該是可以至少可以做一天的學習 所以市長鼓勵大家 每天早上開門的時候就來門口排隊 一直到晚上要關門的奇美工作人員說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我們要關門了 再離開 因為這的確是一個藝術的殿堂跟寶地 各位如果要看到這些大師們的真機 你可能要飛到英國去國家伊朗 然後因為他也不見得同時都有這些這些畫作同時這些藝術品同時展出 他有時候展出ABC有時候展出DEF不一樣 但是他這次都會整不到台南 而且是英國國家伊朗 接下來他在台南展出之後就要回到英國 然後英國做他們200週年展 那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不是東西啦 這些藝術品 大家可以知道 這個他的珍貴跟男人可貴 所以說希望同學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其實你也知道市場是蠻call的 對有時候大人的一些 吃喝玩樂啦 什麼叫加碼補助這個補助那個 我們都很猶豫都考慮再三 但對於同學的學習還有教育還有這個藝文 包括科展 包括體育 其實我們能夠加碼的正在加碼 那這部分也因為一部分因為我們財政不是那麼寬裕 第一部分是我們很真的要做的方向是很多 但是我們還是要優先以同學的這個藝文教育開始 同學不管是從事音樂或是這個藝術創作或者是美術 其實都應該得到鼓勵 那在這個暑假即將開始的時候 我們希望也感謝老師跟校長付出寶貴的時間 能夠帶同學一起來 做個人以及這個學校的教育的延伸 三次祝福我們接下來的